Poynter Stick 不論是32位元或64位元 您下載之後都只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執行檔 一個是INI的設定檔 直接執行PoynterStick.ese就可以了 PowerStick執行後會看到這樣的圖示 圖示上按左鍵就可以進入它的設定視窗 如果選按滑鼠右鍵就會出現它的指揮棒 在設定視窗中你可以直接透過尺寸 來調整指揮棒的大小以及它的透明度 這邊呢還有很多種不同的指揮棒的類型 另外預設會隱藏滑鼠指標 所以當你顯示指揮棒時 游標就不會再出現 那我們利用指揮棒來操作時 尖端就等於是滑鼠的那個指標位置 如果想要切換PoynterStick語氣的話 可以從這個地方去選擇中國傳統台灣 就能換成台灣的語氣 另外PoynterStick有三種顯示隱藏指揮棒的快速鍵 連按滑鼠左鍵三次或Ctrl-Alt-Y或Ctrl-Alt-Z